现在的元宇宙,大部分的元码都能够完成身份和老友这两个要素,而沉溺感、低推迟和随处性则更依赖于网络和VR设备,多元、经济、文明难以完成,需求更完善的宇宙观和内容创作生态。 那么,基于元宇宙的概念理论,什么是区块链游戏?区块链游戏,或者叫元宇宙游戏,简称链游,适合去中心化金融的结合,具有金融变现才能。 留意,这儿的金融流动性与我们传统印象中的打怪物卖装备的游戏有很大不同,例如一款名为Utanos神练无界,远起山海的练游开局一句话,跨山海,练未来,共创数字新纪元,其技术团队在练游当中研发出的药源五重毫里大放松,包括新人注册毫里相赠,药源土地种子限时限量优惠兑兑换,邀请新人的道具,持有特定藏品的礼包,还包括非常火热的Utanos神练无界, 远起山海加入工会专属药源大理等,在其公众号随后的讲解中,注明了不同等级的药源,可以种植不同等级的种子,玩家通过秘境,活动,工会等,获得土地与种子,种植后,完成药源农事,药源任务,帮好友完成农事,将会获得相对应的成长值,成长值越高,收获子越多,收获后的果实可以升级,合成,可以与好友转赠,互换,可以兑换成炼油高级装备等,换句话说, 炼油的资金流动性远远超越传统游戏,简而言之,其实,炼油就是一个依据区块链技术结合元宇宙概念的游戏,与一般游戏最大的区别在于,玩家不仅能够体会到游戏的乐趣,还能够在游戏过程中获得收益, 传统游戏和炼油实际上是两种性质,传统游戏针对的是玩的过程中的用户,能够满意他们的精神需求,而炼油是一个相似共同出资,共同分配收益,并且玩家共同维护数据的游戏,玩家的意图不是为了玩,而是为了挣钱,这也就是炼油招引用户体会和参与的亮点所在。 说白了,元宇宙是个互联体验式的三地虚拟世界,位于任何地的都可以在其中尽实时社交,并形成个跨越数字和物理世界的恒久,且游户拥有的互联经济体系,可以理解为当今技术、资本、政策等因素影响之下的元宇宙产业日飞猛进,即便是如网易、百度、腾讯等大厂也是刚刚进入户局期,作为元宇宙初期表现形式,元宇宙的形态、要素、规则也在区块链技术进步, 和时代需要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中形成,炼油的探索、发展、演变,势必为元宇宙的形成,提供一条现实可行的思路,透过照进现实的拿束光,我们已出到元宇宙光辉灿烂的一角,相信平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也已不再那么遥远。